大家好 我是艾燕子產品經理 我是Ben 那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整個EcoWatch 是如何去做到整個現場的搭檢並快速配置 那現在為大家帶到整個領口園區 目前二樓空調箱的一個電盤 那電盤內部呢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內容 那空調箱內部的電盤裡面 基本上我們會透過筆流器的方式 去採集整個電的實際的電壓電流和供應的資訊 那這些採集的資訊基本上來講 會回到基本上前面整個電盤的一個數位電錶 那數位電錶採集到這些資訊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從前面的面板去看到 實際的這個電壓電流和整個三項的這些資訊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基本上我們可以去採集到 整個二樓空調箱裡面實際的整個電盤 相對於用電的狀況和用電的資訊 那接下來為大家帶到的畫面 是整個圓滑二樓的電控箱的畫面 那電控箱裡面基本上來講是 將數位電錶i485的連線 接到基本上來沿滑的控制器 那接下來沿滑控制器可以透過行李的轉換 然後經由網路的方式 實時將整個電錶的數據上傳到 iEMS MECO1系統裡面這樣 這個地方有用電錶 我們可以選擇的 我們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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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但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